花菊怎么也不注意形象了 这么老长的水晶吊坠 让花菊的面子往哪个啊 都说花花一米三和叶一米八 当姐妹俩坐在一起的时候 叶子妹妹真像个呆在木猫 当谭爷爷叫花花下班时 花花还装作没睡醒的样子 这边的叶子妹妹回家的路上 还知道叫叫姐姐 花花一直是个倔强的小女孩 不想下班的时候就是不回家 摇头晃脑的看看这看看哪 看着身上脏的也不知道是去哪鬼混了 那么为什么花花老是焦黄焦黄的呢 其实是花菊怕水 所以不怎么爱洗澡 小时候的花花因为不小心 一屁股坐在了水池里 给花菊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这天花花心血来潮想玩下水 用脚在水池里疯狂试探 就是不敢下去 当和叶不小心把花花创到水池里后 花菊挣扎着上来 就去和叶旁边甩水报复她 当花花自己不小心掉进水里洗了个屁股 上来就去找妹妹打架 都给叶子妹妹看猛了 这次可不是我推的哦 虽说两姐妹时常打架 但架不住叶子妹妹老是放水啊 两姐妹看起来是刀光剑影的 打了好几个小时 实际上连对方的毛都没咬掉 她俩打架是真的有数啊 我打了好几个小时